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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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我也在思考 我要怎麼樣 在選擇 課次或者是文本的過程當中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那我發現 現在的學生 蠻需要的是一些 就是 影音的舉例 像譬如說 舉個例子來說 我上了一首新詩 然後我在這個新詩的 說明的時候 我告訴他們說 作者為什麼要寫這首詩 然後作者寫這首詩 他的主題性是什麼 他的意向是什麼 他的手法是什麼 我發現學生他是 可以去思考 然後去回答出來 好像舉個例子來說 我上了雅賢的昆林這首詩 那我問他們說 昆林 這個主題 昆林代表什麼 他說 代表女性 代表舊社會 女性的演員 或者是唱戲的人 那我就問他們說 那這個 舊時代的昆林 跟現在 我們正在追星的這些 韓劇的女主角 或者是 像蔡依林這種 就是亞洲當紅的天后 又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覺得 在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時候 即便是簡單的一首新詩 也可以用 古今對比的方式 去讓他們做比較 那他們在這個 比較的過程的連結 我覺得他們真的 有被訓練到他們的思辨力跟表達力 因為至少從口頭問答 或者是 從他們舉例裡面 我覺得他們是有在思考的 而且是有比較型的 所以這是在 我教學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現在的學生 雖然閱讀能力稍弱 因為他們對文字 沒有這麼的敏銳 可是如果說 老師能用舉例 用引發 或者是用一些提問的方式 或者是一種 形象跟形象的對比的方式 這種假跟假的比較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 說出其中的差異性 或者是可以回答這個主題 他的核心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老師怎麼選才 他牽涉到 老師在備課的過程當中 老師要準備的 比如說 生活結合的實力也好 或者是老師要準備的脈絡 他會更包裹起來 因為今天 如果我今天選才是這樣 是比較通俗的 是學生比較能夠接受的 或者是 就像我 就像我問他們說 那 婚齡的結局是悲慘的 因為他是 舊社會 比較不重要的職業 或者是比較 被看不起的職業 但是 現在 現在這個角色不一樣 他是天候級 或者是 是那種 非常有高知名度的女主角的時候 那他是名利雙手的 而且他靠他的顏值 然後 扮演的這個角色是成功的 那他們就會去思考 所以我覺得老師在選才 就像您剛才說的 就是在選擇教材的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一點是 如果老師的教材選對了 而且是可以符合學生的差異性的 那今天不管是 程度燒好的學生 或者是程度燒弱的學生 他們對這個教材的接受度是有的 所以他們是可以 配合老師在 過程 教學的這個過程當中 的一個 觀點 我覺得是 可以 可以有 這個教學的火花 或者是 學生是有教學 授課之後的那個成就感 我覺得是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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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